你知道怪兽9号到底有多么强大 当着日本最强男人明海的面 当着怪兽8号的面就这样大摇大摆的逃走了 悔恨无力 卡夫卡跟明海的心中都是这么想的 卡夫卡看着天空 想起怪兽9号说的话 我再次行动之时 就是怪兽时代来临之时 卡夫卡还是沮丧 不要顶着长官的脸 说这句话 齐克鲁已经晕倒在了一旁 我睡意 怪兽8号的炸裂剧情 我们接着说 视频开始之前求点赞关注 拜托了 这对我真的非常的重要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两天 四只公长官的悼念仪式开始了 根据讨伐厅的发言 防卫队长官四只公 龚先生不幸在本次怪兽灾害中殉职 自从担任队长之时起 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 四只公先生一直奉战在日本怪兽讨伐的前线 他的殉职给防卫队内部带来了巨大的悲伤跟影响 第一部队 鸣枪莫哀 第三部队 鸣枪莫哀 第四部队 鸣枪莫哀 第二部队 鸣枪莫哀 四只公的女儿鸣枪莫却没有出席父亲的葬礼 明海找到了鸣枪莫 你这样真的好吗 我去送他最后一程 鸣枪莫的心情很是悲伤 我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做到 所以都怪我太慢了 才没能赶上 都怪我太弱了 才没能救他 都怪我 才让他逃跑了 此时的明海也不像往日那样嘻嘻闹闹 脸色凝重 不是那样的 七可路哭着跟明海说 我想要变强 现在的爸爸肯定还在那家伙的体内 我要等到防卫队讨伐了那家伙之后 再来悼念爸爸 明海表示 在下次遇见那家伙之前 我会将你训练到 拥有仅次于我的强大实力 工学师教给我的东西 我都会更加严厉的教学给你 你要紧紧的跟上 做出成绩 那样的话 没参加葬礼的事情就不追究了 卡夫卡也在门外 听到了这一切 看着自己的手 仿佛有一部分已经开始逐渐怪兽化 我一定要打倒 9号那个家伙 七可路跟着第一部队副队训练 东云小队长 无论是攻击距离还是防守距离的节奏 都被对方打断了 明海在上面观察着 真是无语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提升到 让我亲自当你的对手呀 第一部队的小队长 都是强大到能够当上队长的人 在我把这个游戏打通关的一个月的时间里 你要超过所有人 此时另外一位副队长找到明海 对于怪兽8号的事情 因为四只公长官的死亡 接下来接替四只公长官位置的 就是明海 经过对卡夫卡的全身检查 因为频繁的使用怪兽力量 卡夫卡的身体 已经有变成怪兽的趋势 如果再这样继续变身下去 迟早会彻底变不回人类的 画面一转 卡夫卡看着 自己的手已经有一部分变成了怪兽 这只手的事情 估计已经被防卫队知道了 即便如此 防卫队也会让我继续战斗下去吗 我已经不想再看到同伴受伤的样子了 这时候明海找到了卡夫卡 明海直接跟卡夫卡说了结论 我们不能将你看作防卫队的一员 你自己也清楚 如果你在继续变身 你可能再也无法变回人类了 我们不能让处在那种状态的人继续战斗 突然明海大叫人 但是知道这一切我还是要说 助我一臂之力 日比也卡夫卡 谁管你会不会变成怪兽 到时候再把你干掉就行了 比起那种事 我更想干掉九号 不管用什么手段 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我们心里到底有多么的不甘 只有当时在场的我们才能够理解 卡夫卡的眼神坚定 我有想要去的地方 是长官力排众议 帮我搭建起一道桥梁 我已经做好觉悟了 画面一转来到了第三部队 宝科副队长来到了一个容器面前 而这个容器就是当初被打败的10号 还剩下一颗头颅跟残缺的核心 被囚禁的怪兽10号苏醒了 这一次宝科来到他的面前 是想看看能不能挖掘一些 9号跟其他怪兽的情报 其他队员在监测怪兽10号的状态 这种状态强度居然还有5.7 真是太可怕了 见到宝科以后 10号非常的激动 这种惊人的压迫感 使得隔着玻璃观察的队员们都冷汗直冒 副队长宝科则显得很是淡定 真是蠢货 小心我杀了你 少开口了 玩刀的你果然不一样 我之前就想着一定要吃了你 吸收你的力量 宝科脸色凝重 拿出9号的图片 我就单刀直入地问了 有个被我们称之为9号的怪兽 如果你知道这家伙的事情 就赶快说出来 10号缓缓到来 行啊 没问题 毕竟我就是他制造的 说之前 我有一个条件 放我出去 跟我战斗 宝科很是无奈 这不可能 你现在的核已经不可能让你恢复到战斗的状态了 10号表示 我很清楚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你们拥有将我的身体武器化的技术 把我武器化 然后由你穿上 把你的身体交给我 看来10号是想要把宝科吞噬 之前从未尝试过将拥有意识的怪兽武器化 这样做会对使用者造成多大的影响 还是未知数 10号越说越激动 跟你打的那一战很痛快 宝科表示 一点都不痛快 10号说着 你瞒不过我的 我跟你战斗过 我很清楚 你当时明摆着很享受战斗的快感 你跟我很像 你应该能够理解我 只要可以来一场热血费城的激战 跟人类打 还是怪兽打 都一样 宝科神情凝重 我要思考一会儿 你在这里等一下 宝科在门外还是有点犹豫 他到底是有多好战役 逼得我都透不过气了 甚至在另一种意义上 感觉到了生命的危险 但是 又没有办法指望其他的情报来源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宝科打算答应 宝科回去跟10号继续交谈 你的条件 我答应 不过不是你利用我 而是我使用你 时间又过了几天 第三部队宝科等人来到了第一部队 是为了来参加9号对策会议 卡夫卡得知宝科来的消息 很是愧疚 自哪之后 我一直没能为我隐藏身份的事情盗窃 得知第三部队要来 第一部队小队长很是头大 第一部队跟第三部队 共同负责管辖东京 很多事情都会拿来比较 另外地盘意识带来的冲突摩擦也不少 简单的说 就是水火不容的关系 第一部队明海看到宝科还是气愤 喂喂宝科 你们是得了谁的允许进了老子的地盘 宝科说着 哎呀 明海队长亲自过来沿街真是受宠若惊 至于许可 我们已经从队长的上机 总部那边拿到了 就不劳费心了 很快 宝科跟明海的争吵变成了 第三部队跟第一部队的所有人的争吵 短暂的闹剧过后 师团会议要开始了 第一部队队长明海 第二部队队长五十蓝 第三部队队长亚白 第四部队队长旭峰 会议开始 宝科将自己得到的情报 分享了出来 就结论来说 怪兽九号不单单是一个部队就能解决的 情报来源是被囚禁的怪兽十号 我们从他那里得知了惊人的消息 他说自己是由九号创造出来的 队长们也震惊了 9.0强度的大怪兽 是由怪兽创造出来的 宝科说着 没错 怪兽九号是史上 首支拥有自我意识的新型怪兽 而且还有可能具有创造出 超强大怪兽的能力 而且十号还说了 他只是一个试验品 他想要跟那些 在我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完成品 一较高下 现在日本防卫队 最多能同时对付五只编号怪兽 如果有强大的9.5以上的大怪兽 这个数量就会变得更少 万一那个家伙创造出 远超这个数量的强大怪兽 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不打破部队阶的壁垒 协作的话 这个国家就会灭亡 此时的怪兽九号 不知道躲在哪里制造怪兽 第四部队队长旭芳说话了 制造出新型怪兽 你这么一说很难让人相信 有没有可能是10号在说谎 宝科拿出了数据来说话 近年来 怪兽出现的次数种类都大大增加 怪兽强度等级 也从年均2.6提高到了4.8 几乎翻倍 这也证实了这条情报的真实性 正如各位所知 怪兽出现的机制 还有很多不明之处 近年来的研究认为 断层中发现大量的能量跟扭曲 影响了地下物质跟附近的动植物 进而生成了怪兽 想必9号也是利用这点来制造怪兽 最后宝科提出了一个假设 9号目前在哪里 9号会改变外貌 据点又分布各地 不过制造多个编号级别的怪兽 需要大量的能量 从这点考虑的话 9号应该在菲律宾海板块 欧亚大陆板块的交界中 这无法确认的区域 4号队长表示 这范围太大了 确定地点就要花费好几年 亚白又提供了一个关键的信息 据10号所说 9号能读取被吞噬人的记忆 这一次9号吞噬了长官 可能会掌握防卫队的战力情况 宝科继续说着 也就是说 在9号下次行动前的数月 能制造出多少超出他预料的位置 这就是胜负的关键 所以隐藏着能在最短时间内 大幅进步的潜力 年轻的人才们才是关键 亚白神情凝重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培养出 一只沉睡的最强武器 6号武器的适合者 编号怪兽武器6号 被以为最强的地球最危险的武器 用曾经的怪兽之王 打败现在的怪兽之王 怪兽武器6号究竟谁会带上呢 最强的怪兽武器到底有多强呢 我是一 喜欢怪兽8号的内容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